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罗斯内战拉开序幕 尽管俄军现在已经开始反扑自由军团 但是现在俄军边场莫及只能组织很少量的边防军警察来进行反击 所以说双方的战斗从目前来看还是自由军团占优势 而且俄罗斯自由军团不仅能够继续打击敌人 还能够向哥洛夫齐诺攻击推进 也就是说现在自由军团有可能攻占下一个小城市 刚刚传来的视频显示 俄罗斯空军已经出动开始轰炸自由军团 至少有两架苏25飞机 在比尔格罗德地区对自由军团和俄罗斯自愿军的阵地进行了火力攻击 但是具体的伤亡情况还不明确 我估计他们这两架飞机距离比较远 就是不敢真正贴近攻击 因为他们毕竟害怕他们的毒刺式导弹 俄罗斯自由军团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的战争当中 自由军团在俄罗斯内部制造了不少破坏事件 主要就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他们放火烧毁了一些军工厂 一些军火库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 另外俄罗斯自由军团 它是一个政治兼军事组织 并不是像其他国家的志愿军那样 是一个很少的部队 它的政治领袖伊利亚波诺马列夫 曾经是俄罗斯议会的议员 而且他一直是普京的反对派 一直是普京的批评者 在2014年伊利亚是唯一投票反对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代表 因为他认为 这将开启一个新的灾难的时期 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拖入到 无穷无尽的对抗之中 最终只会毁了斯拉夫民族 应该这样说 伊利亚可能是俄罗斯政坛上 头脑最清醒的政治家 他预见了所有这些悲惨的后果 而且到了现在 他不害怕被普京 被俄罗斯人视为是俄罗斯民主的叛徒 挺身而出 组建了俄罗斯自由军团 并且决心 就是说打败普京政权 伊利亚波罗马列夫 昨天告诉媒体 他说这场战争 也就是折务战争 不会在乌克兰结束 而只能在莫斯科结束 因为只要莫斯科政权还存在战斗 就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 因为俄罗斯历史上有传统 大家还记得 拿破仑曾经占领了莫斯科三个月 但是都没有结束战争 希特勒曾经几乎包围了莫斯科 完全包围了圣彼得堡 也就是列宁格勒 但是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因为俄罗斯政权是极为野蛮的 只要有最后一口气 他都会坚持到底 当然了 现在因为有空军 所以说一旦莫斯科被占领了 那么普京当局也就只有完蛋了 所以伊利亚认为 只有当普京政权被消灭 被取代的时候 才能够结束战争 而且伊利亚认为 他说 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不能为了和平 而放弃 比尔格罗德 库尔斯科和布良斯科呢 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乌克兰的领土 强行占领这些领土 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这些地方的领土的居民 主要都是乌克兰人 所以说呢 这个伊利亚呢 是我非常看好这个人 这是一个敢做敢为的政治家 不管他的自由军团能够将来前途如何 我觉得他这种农历 他这种政治思考都是理智的 俄罗斯呢 到现在都有1700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其中99.99%的领土呢 都在被浪费 都在被闲置 也就是说呢 一点几亿这个俄罗斯人霸占 这么辽阔的一片土地 而与此同时呢 像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 没有土地耿重 像中国人均耿地只有一亩多 而印度呢 人均耿地也就大概有三四亩 这种状况呢 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呢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 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不管是水资源 不管是这个气候资源 还是这个 就是其他的自然资源 耿地资源 森林资源 都是有限的 当然 我并不是说呢 全人类都能够共享俄罗斯的土地 但是呢 在你拥有这么多土地 而不能利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够 与别人合作利用 而非要去 而反过来 非要去占领更多的土地呢 这简直就是 是对人类的一种伤害 所以说呢 俄罗斯必须失败 俄罗斯帝国呢 也必须瓦解 现在呢 乌克兰呢 又给俄罗斯战俘提供了 更好的这个条件 让俄罗斯战俘呢 可以去欧洲享受自由 乌克兰军队刚刚发布了 新的这个俄军投降的热线 就是说呢 俄罗斯人可以通过电话 可以通过在网上 这个联络投降事宜 也就是说呢 通过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社交网络 都可以进行这种 投降的联络和安排 乌克兰军事情报首长 布达诺夫将军说 他保证投降的俄军 可以得到人道 这个人道照顾 一日三餐都有保障 不至于像在现在 像俄军前线待在战壕里 简直生不如死 另外呢 俄军还可以选择 居住在乌克兰 或者另一个欧洲国家 也就是说 比如说到波兰 到英国 到德国 或者法国 等待战争结束后 再返回俄罗斯 当然也可以永远 不回俄罗斯 就留在法国 留在德国 留在荷兰 种种迹象表明呢 乌军的反攻 迫在眉睫 所以这么好的出路呢 我估计呢 能够吸引不少俄罗斯冠兵 另外昨天 已经有不少人投降 另外呢 就是白宫遭到大咳车冲锋 昨天晚上有一辆 这个乡市大卡车 突然冲击美国政府首脑 居住地 也就是白宫 这辆车呢 撞上了这个白宫对面的 拉法耶特广场外援的 钢子互助 因为那些钢子互助和一些设备 是专门为了保护白宫而设置的 平时呢 那个地方白宫门前还站了几名警卫 我曾经多次到白宫呢 去参与一些活动 白宫呢 实际上很小的一栋 两层小楼 简直呢 还比不上中国的一般的乡政府的 这个办公楼 所以说呢 他也容易遭受攻击 他就不像中南海那样啊 地域辽阔 占领着北京城的中央 然后呢 前面大门 后面大门一层一层的院落 你根本就碰不到习近平的驻地 但是在美国呢 美国总统呢 其实呢 跟群众往往就是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这辆卡车呢 目前呢 已经这个 就是被撞坏 然后呢 司机呢 被遭到了拘留 但是呢 为了保证白宫的安全 目前呢 白宫已经被封锁 而且呢 特勤局现在已经 这个确认呢 这个撞击是故意的 因为这个撞击呢 他不是撞了一次 他是撞了两次 而且呢 目击组的说呢 这个调查人员 在搜查卡车的时候 发现了一面 纳粹的 米志祺 万志祺 这个万志祺呢 显然呢 说明了 这个卡车司机呢 虽然是朱莱的卡车 但是呢 他很明显 具有纳粹的倾向 而且呢 白宫的视频呢 拍摄了卡车 两次 驶入 沪南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司机呢 两次 企图呢 能够闯过沪南 或者绕过沪南 或者撬 或者冲过沪南 然后来直接撞击白宫 目前呢 白宫周围的警戒呢 已经进入很高的状态 附近的一家酒店的住客 都被疏散 不过呢 目前调查人员呢 发生卡车 大部分这个 还是空的 因为它是相似卡车 所以需要仔细搜查 才能存很多东西 目前呢 判断是这辆卡车 本身呢 没有多大危险 也就是说呢 里面没有炸药啊 炸弹啊 或者什么的 目前还不清楚 当时拜登总统的位置 因为拜登总统 有时候的经常会 走出白宫进行散步 那时候呢 他离公众的距离很近 所以说呢 那时候呢 也很危险 就是有可能 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对不过来的 是不过来的 一条路上 但是没有 是不过来的 而且把路上 都没有够的 是不过来的